在广州的长龙野生动物世界,生活着一个三胞胎的熊猫家庭。 十年前,大熊猫局校产下了三胞胎三姐弟,这是全球圈养熊猫中唯一全部健康成活的三胞胎。 转眼间,姐弟三雄今年十岁了,姐姐萌萌和两个弟弟酷酷,帅帅,还都是单身。 终于,今年,大姐萌萌率先迎来了恋爱的春天。 萌萌姐恋爱相亲的是,其实在去年下半年就有了蛛丝马迹。 2023年的年中,一只名叫嘉河的帅哥熊猫,突然从四川搬来广州长龙。 嘉河2015年出生,比萌萌小一岁。 嘉河搬到广州,就住到了萌萌附近。 猫粉们瞬间在空气里,闻到了八卦的味道。 原来,嘉河远到来到广州,是来给萌萌当上门女婿的。 嘉河是哪家的熊?为什么选他当驸马爷? 现在,萌萌和嘉河的恋情,又发展到哪一步了呢? 今年长龙会造出小熊来吗? 这一切的八卦,都在本期的High Panda当中。 嘉河比萌萌姐要小一岁,她是大熊猫锦馨和白羊的儿子, 粉丝都喜欢叫她,嘉河舅舅。 嘉河有一个双胞胎妹妹嘉美。 两年前,嘉美跟蔓月梅青青生育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兄妹青仔和青宝,也叫美年达、美心。 嘉河成功升级成为舅舅,粉丝也因此跟着美年达和美心,把嘉河叫做舅舅。 此外,嘉河还有一个有名的妹妹,叫做镇生,就是这只会打坐的熊猫。 镇生是嘉河同母一父的妹妹。 嘉河来到广州,一开始大家还不能百分百确定,嘉河是萌萌的对象。 因为长龙有好几个适龄的单身女熊,除了萌萌之外,婷婷家的女儿月月,今年也已经九岁, 没倾家的女儿国庆,虽然吃奶吃到三岁,但是今年也已经五岁了,即将达到谈婚论嫁的年纪了。 几位单身少女中萌萌十岁,年龄最大,所以这婚事还是从大姐开始。 其实,要为萌萌选入义郎君的事,早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长龙的奶爸几年前就开始为此操心。 他们还一度想撮合萌萌和生活在广州动物园的新衣, 不过在问过萌萌小姐的意见之后,这个想法似乎不了了之。 萌萌可是长龙的掌上明珠,他的婚事绝不能马虎,要想选到如意郎君, 还是必须要去帅熊的大本营四川去找。 长龙的奶爸奶妈们在跟四川联系之后,广州四川两家人一起努力翻找族谱, 开了很多次视频会议。 最后,高大帅气的嘉禾被选为成龙快婿。 双方的奶爸奶妈商订后,嘉禾就飞了1600多公里,从四川来到了广州。 蒙酷帅三姐弟出生在长龙,家境富裕。 酷酷和帅帅两个弟弟都有私人列车,蒙蒙更是有豪华公主房。 嘉禾入赘蒙酷帅家,绝对是驸马爷的待遇。 来到广州的嘉禾,很快享受起奢侈的生活, 嘉禾已经习惯了长龙花样繁多的下午茶,傻小子还学会了打包外带, 喜欢把点心带回屋里吃。 驸马爷的生活虽然不错,但是也有稍微麻烦的地方, 那就是这未来妻子蒙蒙家里,亲戚非常多。 和蒙蒙相亲恋爱,可不单单是两个熊之间的事, 还涉及到一大家子。 赵母娘居校就在附近,最麻烦的是, 蒙蒙家还有两个大舅子,酷酷和帅帅。 要想跟蒙蒙洗劫连礼,还得掀过两个大舅子的官。 为了让大舅子们见见未来姐夫, 长龙的饲养员想了办法, 用投影让帅帅看看帅气的姐夫。 帅帅,你前面就是你姐夫,叫声, 拍她一把档一起,拍一下屏幕。 既然用上先进设备, 长龙的奶爸也让蒙蒙, 见见自己的未来夫婿。 不过蒙蒙似乎对家和的帅画面不感兴趣, 可能我们的大小姐更在意的是气味相投。 蒙蒙不看好她背对着。 家和适应了长龙的生活之后, 和蒙蒙开始了约会。 刚开始,他们都很矜持,谁都不理谁。 尤其是家和对蒙蒙一点都不热情。 不过,这符合熊猫的自然习性。 因为在熊猫界, 是要雌性的熊猫先发情, 爱的荷尔蒙要释放出来, 雄性的熊猫受到刺激, 才会产生共鸣。 没多久,家和闻到了蒙蒙散发出的信号, 他开始透过门缝偷偷地看蒙蒙, 很快也得到了蒙蒙的回应, 两只熊隔着铁丝网开始了贴贴。 而饲养员把家和跟蒙蒙的名字合在一起, 恰好就叫荷尔蒙, 名字都这么合拍了, 恋爱哪还会不成功呢? 要说家和这个夫君, 其实和蒙蒙和长龙还有很多奇妙的缘分。 按照血缘来说, 家和跟蒙蒙有表亲关系, 他们都来自盼盼家族, 不过到他们, 已经是第四代了, 再加上家和的爸爸是来自野外的白羊, 蒙蒙的外婆也是来自野外的堂堂, 这些外来血缘的调和, 让他们符合了交往条件, 通过了忧生忧郁的审查。 而家和跟长龙还有一份奇妙的缘分, 那就是家和的爸爸白羊是在长龙长大的。 白羊幼年从野外被救助, 在四岁时遭遇了汶川大地震, 地震后很多熊猫暂时无家可归, 当时还叫做攀鱼野生动物世界的长龙, 主动伸出了援手, 无条件接了五只熊猫来广州住了几年, 一直等到四川见好熊猫眷舍, 才让他们回去。 当年的这五只小熊中, 就有家和的爸爸白羊, 白羊是在这里从亚成年, 长大成熊的, 后来回到四川, 才生儿育女。 如今, 家和来到这里, 也算是来到爸爸曾经住过的地方。 蒙蒙与家和约会顺利, 长龙的奶爸奶妈们, 也赶紧恋爱助攻。 蒙蒙的奶爸准备了嫁妆, 每一件精挑细选, 全是好彩头。 鞋子代表孩子, 希望两只熊早日生娃, 梳子代表一叔叔到尾, 恩爱共其美, 胡迪杰代表永杰同心。 奶爸们还为这一对新熊 录制了祝福视频。 祝蒙蒙和家和相亲成功, 祝他们早生贵子。 约会, 嫁妆, 亲友团, 万事俱备, 就等着蒙蒙跟家和早日 洞房花竹叶了。 但是, 熊猫发情期很短, 家和少爷能不能把握好这次机会呢? 就在2024年春节当中, 2月14日情人节前后, 家和跟蒙蒙再次约会, 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虽然这画面是少熊不移, 但是屏幕前的两脚兽是看得乐呵。 不知道今年夏天, 长龙会不会有小熊诞生。 如果这对新人真的能造熊成功, 家和少爷可就能当上熊爸爸了, 酷酷和帅帅也要当上舅舅了, 两位舅爷是不是应该慷慨地 拿出一列火车来, 给未来的外甥随着大礼呢? 拍碰到全网最好看的熊猫故事。